开始上课啊 开始上课 一百天速成课 然后今天讲 食指指法练习 第一个指法 食指指法练习 食指指指法练习 我们可以先看手型 这很多宝宝练习的时候 他这个手型 对不对 手型有很多的这个 不太清楚的 不太明白的 老师我不知道手型 对不对 我不知道手型 哪里破了啊 然后的话 我们第一点 四个手指 看到没 分开的 不要挤在一起 这是第一点 你的四指一定要分开 就是不要挤在一起 你任何两个手指 都不能挤在一起 任何两个手指 都不能挤在一起 就是你的四个手指 必须是中间是有缝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手臂手臂放平 很多宝宝压腕 对吧 很多宝宝是压腕 所以说这两点 是评判你手型好不好 就你从外观上去看 你的手型是好不好的 第一 四个手指 看到没 分开 留有缝心 你不要插太大啊 这有点过了 就自然打开留一点缝 就给他手臂手 就放平 不要压腕 就有个宝宝给弹 他这腕就是 就是这么压着 然后往上挥 往上挥 往上弹 不好看 不好看 所以说这两点非常关键 关键点 就看你这个外观看上去 你的手型是否保持好了 就看这两点 这是最主要的 然后第二 第三点 还有个是大指 在弹琴的过程中 你的大指是出来 有的宝宝 它是容易把它 把大指给藏进去 把大指藏进去 看到没 把大指藏进去 那这时候的话 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手指手型 在弹琴的时候 不对 特别是小孩子 他容易把手 大指握进去 不要握进去 是出来的 你可以看一下 手指手型和食指 大概成一个活活状 有的宝宝 它这个大指容易 关键容易凹进去 凹进去 那么有个办法 你的左手 扶着 扶 扶住一下右手 这个大关键 那我们第一页 一天 一百天 鼓中速成第一周 每日必弹的 食指练习 第一页食指练习 食指指指法叫膜指 符号是顿号 写在音符的上方 那这时候 食指在弹奏的过程中 我们在绑指甲的时候 要看得到 是指甲尖对应的肉指度 看到没 你的肉指度 对应甲指甲的位置 这个位置触弦 明白吗 是这个位置触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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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是这个位置触弦 你触弦的位置 触弦的位置 看一下 触弦的位置 不要太靠下 不要太靠下 也不要太靠上 指甲交触弦 不要太靠下 也不要太靠上 也不要太靠上 是你的肉指度 对应甲指甲的位置触弦 这时候触弦的时候 触弦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四个手指 依然是缝隙的 留有缝隙的 四个手指 依然是有留有缝隙的 没有吧 依然是留有缝隙的 你不要翘起来 也不要太握着拳 都不对 明白 然后指法弹奏的时候 食指小关节往手心弹 走向是这个走向 握拳的一个走向 但是未必走的 不是走到手 一定要弹到手心里 只是方向是手心这个方向 就是那个琴弦弹过来 就地板放松了 轻轻搭在琴弦上 弹的时候 离前梁四个手指 三个手指 四指的距离 你不要离前梁太近 这如果琴太硬 琴弦太硬 另外的话 这位的音色也比较 不好听 有点干点 离前梁三指四指的 琴弦的距离 音色一致最好听 而且琴弦的韧度 比较烈 手指的力度 指甲交触前 触好之后 准备好 看手指 手臂 手臂 手臂放平 手指 手臂放平 肩膀放平 肩膀放平 千万不要 耸着肩 或者是说 手紧 这些东西 都是考量你的手指 手型 包括弹琴的时候 包装 十指指甲触弦 触弦 大指打开 十指弹奏 看到没 十指弹奏 低音奏 找低音奏 或者找任何一根琴奏 都可以 看手形 看手形 往手心弹奏 往手心弹奏 看到没 往手心弹奏 四个手指 留有缝气 大指打开 手臂 手臂放平 就OK了 这是几个点 OK 这是十指弹奏的方法 然后我们开始介绍 第一页 十指摩指 练习 执法 上面写得很清楚 符号的认识 一等 地 这是对初学者 是个地调 你不需要特别深入的理解 你知道你初学者 是地调 就OK了 然后四分之四 在音乐里面 都四四排 我上面给你标注了 上面是标注了 上面这个四 也就是说 下面这个四 不要作为理解 你们先不去理解 它是什么意思 你们只要理解 它是 它上面这个四 上面分子的那个四 是每小节有四排 那什么叫做小节 那在乐谱里面 我会有标注 在乐谱里面 最后一行可以看到 树杠 那一个树杠 就是在一个乐曲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树杠 很多的树杠 叫做小节线 看到没 这个叫做小节线 看到没 这个小节线 就很多的树杠 这个树杠就是小节线 它有它的名称啊 叫小节线 每一小节有四排 可以看一下 每一行开头的这个小节线 是什么要不标的 也就是说 第一小节 这是第一小节 看到没 这是第一小节 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小节 第三小节 两个树杠之间称为一小节 那这一小节有四排 每一小节都有四排 那那四排是怎么排呢 第一小节有三个兜 有三个兜 但是有四排怎么分呢 但是今后一个兜 后面加力都很搞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一共拍了四下 对吧 这一小节三个兜 我拍了四下 那怎么走的 第一个兜 拍了一下 第二个兜 拍了一下 第三个兜 拍了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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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拍了总部 拍了四下 拍子什么叫做拍子 拍一下就是一拍 拍两拍就是两拍 拍三下就是三拍 拍四下就是四拍 这就是拍子 拍子的速度是匀速 那么是匀速进行的 然后我们在拍四下 然后我们在拍一次的时候 一般是从就是拍巴掌 我拍一个巴掌 也得是从从远的位置 然后两个手碰头 然后再离开 对吧 这什么拍拍巴掌 那我们把这个拍巴掌 把它变成一个上下 从高的位置下去再完全返回 成为完整的一拍 成为完整的一拍 那这时候下去是前半拍 起来是后半拍 起来是后半拍 前半拍 后半拍 前半拍 后半拍 那么第一个都是一拍 第二个都是一拍 第三个都是两拍 第三个都是两拍 那整个的实觉就是四拍 那第一个都 第二个都 第三个都 这就是没晓得有四拍的意思 先理解上面这个四 然后我们再认识一些东西 可以看一下 我下面有做解释 叉 看到没 这个叉 叉 对不对 叉 然后是什么符号呢 四分音符 这个叉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任何一个音 抖而弥发扫拉西 它后边没有写横杠 下面也没有写横杠 就这种形式 就这种形式 都没有写横杠 下面没有写横杠 后边也没有写横杠 它就相当于一个X 你看到任何一个音 抖而弥发扫拉西 它只要下面没有写横杠 后边也没有写横杠 它通称为四分音符 也就是说第一小节 第一个都 它就是四分音符 那它的实质是几拍呢 是一拍 我们的拍子的走向是 下去 起来 下去 起来 就是一拍 从高的位置下去 起来 我们走向拍子走向 都 拍八掌的时候 都拍拍子的时候 下去的时候 都 回来的结束 这称为一拍 拍子是 下去 回来 称为一拍 下去 前半拍 起来 后半拍 这是四分音符的认识 四分音符是 任何一个音 后边没有加风杠 下边也没有加风杠 臭为四分音符 就是这个 差的明节 对 你放三个心 任何一个音 第一小节 第一个都 第一小节第二个都 它那边俩都是四分音符的都 实质都是一拍 那我们再往后看 第二 第三个都 后边加一个音符 对不对 第三个都 后边加一个音符 这是我们的实质 是两拍 它的形式 书写形式是任何一个音 后边加一个很高 都称为二分音符 都称为二分音符 就是一 后边写个很高 二 后边写个很高 三 后边写个很高 四 后边写个很高 五 后边写个很高 六 二 七 后边写个很高 都称为二分音符 实质都是两拍 那总共 每小节就有四拍 第一个都一拍 第二个都一拍 第三个都 两拍 总共的实质就是四拍 总共的实质就是四拍 这就是阅理知识的 阅理知识 你先记住 那么刚当你练琴 练得多的话 你会深入的理解 一下可能不是特别理解 这个思路 是因为你刚开始接触 那么当你练得多的话 你会深入的理解 那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会看到还有一个开头的符号 开头的符号 开头的符号 这里这个符号 可以看到我画了一个圈 有一个符号 后边写着等于六十 这个地方意思是你练琴的速度 对于初学者练琴的速度 初学者练琴的速度是多少呢 六十的速度 六十的速度是用节拍器 是用节拍器调到六十的速度 那这个节拍器的使用 如果说你没有节拍器 可以就跟着班老师的教学视频 然后进行练习 想买节拍器的话 可以联系客户就OK了 然后六十的速度就相当于什么 每分钟六十拍 就是一分钟我要拍六十下 一分钟拍六十下 就一秒一下 一秒一下的速度 就是一秒一个速度 六十下 你平均分还是平均的啊 速度肯定是允速的 一秒六十拍就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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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速度 一秒以下的这个速度 能够理解吧 能够理解吧 就六十 每分钟六十拍 一秒一下 一秒就是一拍 也就是说第一个都是一秒的时间 第一行第二个都是两秒的时间 第三个都是第一个第二个都是第二秒到第三秒结束中间的这一秒的时间 然后第四个都是总度的时值是从第三秒开头到这个第四秒结束 也就是第五秒开头 就是它的总的时值是两秒 第一个都在一秒第二个都在一秒 然后一秒之后再进行下一秒的时候 又是第三个都 第三个都持续两秒 就是每一个音的时值 这就是它的时间 时间它是一个之间是有个比例的 第一个都一秒 第二个都一秒 第三个都是两秒 啊 这就是一拍一拍 第二个都是两拍 就可以这么进行理解 那我们拍拍子的时候 第一个 后边加了一个混杠 说明这个音属于延长 恨杠的意思是前面一个音的延长音 而稍微再延长一拍 这个恨杠的意思就是前面一个音的延长音 再延长一拍 总共的时值 每小节有四拍 要理解它每小节四拍 四拍是怎么进行分的啊 那这时候 我们进行数拍子练习 数拍子练习的时候 那怎么数拍子练习啊 你知道跟着我训练 每天 每天练习曲 弹三遍就OK了 一周之内 每天练三遍就OK了 下一周进行下一周新的任务练习啊 一拍称为 两个半拍 怎么分呢 从高的位置下去 前半拍 起来后半拍 那我们数拍子的时候 都 二 都 二 都 二 三 四 第一个都后半数二 第二个都后半数二 第三个都后半数二 三 四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 第三个都 它后边有两拍 两拍有四个半拍 四个半拍的话 我们数到是 都 二 三 四 非常有节奏感的进行数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是 数分拍进行 非常有节奏感的进行训练啊 都 都 二 都 二 三 四 就这么走的 每一 在这个练习曲子的时候 都是这么数的 只不过是都 后边会换成 轮轮 会换成 咪咪 会换成 骚 音符不一样的 先跟着我数一遍 先跟着我数一遍 准备 一 二 三 走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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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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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四 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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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拉 二 拉 二 拉 二 三 四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然后后边是完全重复的 完全是重复的 明白吧 清楚了没 然后我们跟着节拍器啊 你不需要知道节拍器怎么操作的 你就只需要跟着我 我跟着节拍器就OK了 清楚没 我跟着节拍器 然后你们跟着我 边弹 边唱 记住 汪汪老师的要求是 第一周 每天必弹三遍 跟着我的视频弹三遍 必须跟节拍器 这速度它就是大 大 一秒一下 六十的速度就是一秒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非常稳 这就是一个速度的稳定性 节拍器就是练力速度 节奏的稳定性 所以说非常关键啊 那这时候我们刚开始上的 多二多二多二三四 那么跟节拍器怎么上呢 你听一下啊 一 二 三 走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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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软 二 软 二 软 二 三 四 头发卡了 三 头发卡了 咪 二 咪 二 咪 二 三 四 收 二 收 二 收 二 三 四 拉 二 拉 二 拉 二 三 四 很简单啊 你就按照这个套路走 就按照这个套路走 然后每一行都是一样的啊 就是一样三 五 六 每一行的节奏 手的感觉是一样的啊 OK 我们来现在开始练基本功啊 离前梁三指四指的距离 十指指甲夹处前 肉指度对应的甲指甲的位置处前 四个手指离开 每个手指之间要有缝隙 手臂手背放平 大指往外打开就OK了 然后不要挖着琴弦 就什么意思 你不要拉着这个琴弦很紧 轻轻地贴在琴弦上就OK了 跟着节套起 边弹边唱 每天必弹三遍 跟着六十多速度 一 二 三 走 走 二 走 二 走 二 三 四 OK 这是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最后那个 都二三四 我们要稍微做一个 老师 哎呀 旁锡好美呀 你看手上是有动作的 那这个动作怎么加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手上的最后一个 都二 这是不抬手的 都二 都 二 那没 松二 三往上踢一下 四往上落 去找下一个音 就这么简单啊 第一行 第一行 第一小节 十一日早 低音 都二 准备 一 二 三 走 都 二 都 二 都 二 三 四 换什么 第二小节 二 三 二 二 二 三 四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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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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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这是第一行 食指在触弦的时候 然后什么时候贴 老师如果贴弦有杂音 因为你弹完这个琴弦 琴弦一直在震动 会明显一点 那贴弦的时候要注意 ,二 二弹完之后 二唱完之后 二 迅速把琴弦给止住 不让它震动 如果说你让琴弦震动的话 它这个一直打指甲 一直打指甲音色容易出现杂音 所以说这时候 高 二 立马 直接把琴弦给止住 明白吧 直接把琴弦给止住 听出了没 啊 整个乐曲 我们完整的来一遍 它是走到 从低音都 按照顺序走到倍高音都 然后再返回去 草高低音都 就这么简单的练习曲 啊 完整的弹一遍 我完整的带着你们练一遍 然后这个视频 接下来之后发在群里 你们跟着练三遍啊 自己每周 第一天 每周 第一周每天练三遍啊 一 二 三 走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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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四 三 二 三 五 三 二 三 四 五 五 五 二 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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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 1 2 2 3 4 1 2 2 3 4 2 2 3 4 3 2 2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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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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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1 2 2 2 3 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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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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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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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反圍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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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拉 二 三 四 收 二 收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收 二 三 四 收 二 三 四 收 二 三 四 3 2 3 4 3 2 3 4 3 2 3 4 2 2 2 3 4 2 2 3 4 2 2 2 3 4 3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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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4 OK 试着练习啊 这个练习的课程连续练三遍 去找科普领取教学课程 最后一个叫做中指线啊 最后一个叫做中指线 两个竖杠一个粗的一个细的 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划分的非常详细啊 最后这个叫做中指线 乐曲结束的中指线要结束了 你把这个乐曲的中指线 就相当于你最后这一句话写完了 写作文后面画了一个句号 你要不去画句号的话 你这个对吧 文本属于不规范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中指线的话 你这个图的是不规范的 所以说后面是要加中指线的 这是实质的练习啊 那我今天因为前面那个第一 因为是第一节课 所以说讲的乐理知识比较多 那第二节课我们学的中指 就中指的话 中指的话 我们只需要讲一个不同点 就这一个 看到没 在我们的拍子上面 写了个四分之三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前面那个实质的练习 是不是写的四分之四 是不是写的四分之四 四分之四 上面这个四 每小节有四拍 四分之三 每小节有三拍 那它的区别就在于哪 第三个一后面没有横杠 没有吧 第三个一 就是第一小节 第一行第一小节 本来第一个 第一行第一小节的兜 第三个兜是有横杠的 是两拍 那这时候去掉一个横杠 它就称一拍了 也就是说这个中指练习的时候 每一个音都是一拍 这时候每一个音都是数二 而不数二三四了 所以说这个练习曲啊 和前面那个练习曲 跟着节拍起 每一拍都是 每一小节都是三拍 比如第一行 中指勾指练习 第一行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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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转 转 他就没有二 没有三四了 也就是说少了一拍 所以说这时候上面会写三 意思是每一小节都是拍三下 绝对不会多拍一下 绝对不会多有一拍 或者多多多 多一拍或者少一拍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四分之三 四分之四 在谱子里面每一小节都是固定的 每一小节都是三拍或者四拍 它前面都是定好的 那这时候我们中指指法在弹奏的时候啊 依然四指是打开的 是松散开的 不要挤在一起啊 然后需要中指的时候 我们中指伸 看到没 需要中指中指伸 容易容易一伸的话 十指中指一起伸 然后挤在一起 或者容易弹琴的时候 手指推紧 这是你弹琴的时候注意的问题啊 看你的手行 从外观上看你的手行 从外观上去看你的手行 是什么样的 没有啊 手臂手被放平 中指指甲尖啊 中指指甲尖 处弦 一样的 弹奏方法和中指 十指弹奏方法是一样的 看到没 往手心弹 进行一个手心弹奏 你不要 不要 不要往上弹 就是你弹 容易弹 这样弹 它是往上提的 不对 往手心弹 看到没 往手心弹 看到没 往手心弹 那这时候我们每一拍的节奏啊 跟着汪汪老师唱 边唱边弹 顺一遍你就知道怎么弹 就这么简单啊 顺一遍你就怎么弹了啊 听 中指 从低音都离前量三指四指的距离 不要太靠前量 一 二 三 走 二 二 二 不抬手 手臂手臂手臂放边 二 二 边弹边唱 二 二 指甲交手弦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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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五 三 und dun A LA LA DOA DOA FLET A RE PRE A MI MIN I SON SON SONolo 反回去 3 4 5 6 6 7 在山上 立陽照 雞照 雞照 彩照 雞照 中文字幕——YK 到二 结束 就到这结束了 这个练习跟着视频 练三遍就OK了 就找我们客户去领 我弹速度这一遍的视频 你连续跟着三遍就OK了 我们今天讲课就到此结束 练中指 十指 然后明天交大指 然后明天交完大指的时候 明天你还得练中指和十指 上完课之后回去去练中指十指 练三遍就跟着视频练三遍 然后明天讲大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